草木成佛 草木成佛是记录日本道文法师请教贞观禅师的一则公案故事 日本僧人贞观禅师最初研究天台教义六年 后来改习禅学七年 为了寻师访道 明心见性 他在中国访遍名山丛林 参画头 习禅定十二年 二十多年后 贞观禅师终于在禅门得到觉悟 回到日本在京都 奈良等地弘扬禅法 各地学者慕名都来参禅求道 要他解答问题疑惑 贞观禅师却总是闭着眼睛 不予回答 一天 有位研究天台教义三十余年的道文法师 前来询问自己的疑惑 我自幼研习天台法华思想 有一个问题始终不理解 贞观禅师爽朗地答道 天台法华的思想博大精深 原容无碍 问题很多 而你只有一个问题 那是什么呢 道文法师问道 法华经说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是说树木花草皆能成佛 请问 花草成佛是真的吗 贞观禅师听了问题 反问道文法师 三十年来 你只考虑花草树木能否成佛 这个问题对你有何益处 你应该关心的是自己如何成佛 道文法师诧异地回答 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么请问我自己如何成佛 贞观禅师回答 你说只有一个问题问我 至于第二个问题就要你自己去解决了 这就是告诉道文法师禅物 是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本来具备的 只要放下执着 自己去发现它就可以了 就像这个文法师禅物